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是 從我們家 走到社子買豆花吃 然後跟下班時間看我們跳到這裏 看你在這裏 好我們出發吧 走到第一個公社站 我們去居巷巷 走到玫瑰園了 到花博公園了 這裏有很多 玫瑰花都開了 順便來 夜間賞花 你看 玫瑰花都開了 很多大家白天來的時候看 應該是會很漂亮的 跳了水門啊 終於走到這個水門這邊 然後繼續前進 路上只有 運動跟騎腳踏車的人 什麼都沒有 黑漆馬屋的 還有 大隻的水岸 車流山 伴走前進 然後射指 彎度 要繼續往 射指方向前進 據說 走著看到了兒童樂園的 旋轉木馬 這個 晚上一個人來走 別有一番風味啊 到了一個 兒童樂園的舊膜電源 這個裝置現在已經 廢棄 只是在 近距離看遠山飯店 還有鋒印的這個道路 還有我的鋒印的 好我們劇組啊 到成德橋了 在河岸走路有一種 清涼感 很像是電影遊民的那種 場景 走在這種街道 體驗一下那個 比較地下黑暗的這個人生啊 看到色執內都遠遠很遠遠遠遠距蹭那一棟 建築物 這就是今天的設置地標 有點蠻遠的喔 然後加快角度 只有被 一個阿姨超車的 他走好快 我跟不上 你看他火順有多弱 我欣賞一下 夜景女性 還 美麗 我看了另外一端 現在跑步了 加油加油 另外一端 還蠻漂亮的 可以看到 文化大學陽明山 然後 士林 的風景 這不錯耶 奧運比賽巷步的滑輪場地 很多人都在練習 原來 晚上的活動 任何題還是這麼多呢 我都不知道 耶 終於到了百林橋 這條橋就是 色子 跟 士林連接的 林外道路 很多 要走高速公路的 朋友 也都一定要經過這條道路 跟周美一樣 緊接著 我們要 跨過河堤 進入 社子 的味道了 各位弟兄 你是不是看起來很會亮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踏快朵了 到了社子豆花 才看到貼這個 今日 公修 歪歪 你還定修九天 會不會太曬 唉 只能說我跟社子豆花 沒有緣分 好吧 再去找別的東西吃吧 今天是為愛你 到了社子街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目的就是要去闖空 因為社子豆花其實只是個荒子 從這裡秘密的 小路就會到我們 今天的目的地 其實是這裡 但是這個量我不能跟 網友說 結果還是被 轟出來了 沒有成功的 就黑臉 拍起來他臉應該都黑的 都黑的 黑臉 你看我們今天真的是 得來不被公不自已 今天還是有成功的 沒到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 試 試林社子見走 我要輪麥機械 我要去讓你 好 我們去倒垃圾 我好餓喔 我從下班就走到這裡 從南港走來這裡 沒有啦 從我們家走 東山區就走 你看多辛苦 你為什麼不在家 因為我想做一些挑戰 看看我們能不能走到 社子吃豆花 結果 吃了閉門羹 為什麼要 來社子跑來吃豆花 好玩啊 挑戰一下啦 對不對 人生總叫一些挑戰 才會有成就啊 我們要來吃攝氏 另外一家豆花 另外一家豆花 看起來很好吃 如果 阿彥請我吃豆花 再講一下典故 剛剛發生什麼事 柯文哲 被喬八次位置 說 喬第九次就要翻臉 就是葫蘆寺 葫蘆寺喔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 並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